这一题是201 开旧档 我建议这个是暗佛保留它的原来字形 因为字形好像是没有改 好的,我们在这一边 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画面感应起来 你要感应的动作大致上是 Share键加Ctrl键加Auto键,然后按一下1 然后我们编辑的是这一层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做旋转 我先顺时钟转,然后给滤镜 风格化加风洞 记得是强烈 从左边吹过来 好,按确定 好的话呢,不要忘了再把它转回来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一样 逆时钟转90度回来 好的话呢,我们就做高斯模糊 做模糊,高斯模糊 至于这个数据呢,你可以自行调 文字可以看得到,大致上就可以了 好,这边好了之后 我这个部分是先做 先做这个异画 好,这边在做的过程当中 稍微留意一下 这边的数据可能要调 好,那我把它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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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如果说我这边调整好了 然后按确定 我是先把这个做完 好,这个做完了之后 接着下来 我们在这边就直接增加 是色相饱和度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按上色 调整层 我先把饱和度拉高一点 底下的是黄颜色 好,把饱度拉高一点 好的话,回到图层 再新增一层 好,上色一样的动作 这一次是红色的 好,回到图层 这一边好了之后 上面这一层 记得把它改成啊,不盖 这样的话呢 这个火焰就出来了 好的话,Ctrl鍵压着 选这一个文字 在上面新增一个图层 好的话呢 我们先做填满动作 所以我在这边做填满 好,填黑色的 这边找一下填黑色的 按确定 按Ctrl-D 把选框去掉 好,这边做完了之后呢 还要多增加一个 遮瑟片 然后呢,填件成 好 好 这一边好了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做的动作 是做模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边做一个盖印动作 就是复制可件成 Ctrl鍵,Shift鍵,Auto鍵 然后再按一个1 好 那这一个呢 因为它这一边有要求 有要求说 要做 透明度是70 并且是绿色 所以你这一边要特别留意一下 我们这一边要做的是做 绿色 好 好 然后呢 70% 好 这一个呢 是考题要求 那我们这一边设定好了之后呢 不要忘了 要多加一个盖印动作 所以呢 Ctrl,Shift鍵,Auto 然后再 输入一个1 好 再复制 复制了这一个之后呢 做垂直 要做阴影就对了 好 转过来 好的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层 拉下来 把它做绿色 绿色 绿色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阴影的部分做好 它改成40% 这一边不要忘了 好 这一题就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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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